这个老师让学生站起身来回答问题 然而女学生却一脸为难 她向下看自己的裙子 正当老师疑惑不解释 坐在后排的同学表示小美又被人恶作剧了 老师得知后连忙起身过去查看 只见小美的裙子被胶水牢牢地粘在座位上 甚至渗透到了底裤 下一秒 老师居然把小美连人带椅子高高举了起来 就这样一路将她送到医务室 可不料胶水太牢固已经渗透进了底裤 现在只能用剪刀把裙子和底裤都剪掉 小美正是羞涩地低下头 老师看到这一幕连忙表示自己会回避 而在她离开前同时也向小美承默 自己一定会救出背后对她使坏的人 当老师回到教室时 她气愤地让全班同学都趴在桌子上 希望恶作剧的同学能够主动举起手承认错误 然而过了半天全班都没一个人承认 而在放学后老师也再次找到小美 细心体贴地送给了她一份泡茶 并安慰她遇到什么麻烦一定要及时告诉自己 可小美回想起自己并未得罪什么人 那恶作剧的始作俑者又到底是谁呢 晚上小美回家做完功课再喝了一杯助棉茶后 也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然而令她想不到的是 她从放学到回家都被人跟踪了 而赫然出现在她床底下的竟是自己的班主任 此刻老师的脸上也带着一丝宁笑 见小美已经熟睡后 她也是一点点从床底下钻了出来 随后缓缓地朝着小美的脸靠近 看着睡得正香的小美 老师的嘴角也开始喃喃自语 表示小美的身材简直就是黄金比例 夸赞她的五官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在老师一顿欣赏过后 随后就在一旁满足地抱着小美入睡 没错 老师就是个变态 小美椅子上的胶水 也正是她在四下无人时悄悄涂上去的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小美陷入困境 然后这时自己再站出来英雄救美 将小美从困境中解救 给她树立起一个自己热情的好形象 而早上在小美睡醒之前 老师就会提前穿好衣服 悄无声息地离开小美家 临走时还不忘把小美用过的纸巾 就彻底地被迷住了 这让她觉得小美才是自己命中注定的女神 同时她认为自己为小美所做的一切都是爱的守护 而想要守护的前提 就是要让小美一直遭受各种不幸的事 那样她就能有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 在第一次的计划成功之后 老师也准备开始打造第二次的计划 这天她悄悄溜进了图书馆 用塑料板做底垫 接着把鱼线寄到架子上 然后将一个装满土的花盆放在了顶层 而小美作为图书管理员 她像平常那样来收拾那些乱七八糟的书甲 而在看到有空位置后 她下意识就要把书放进去 然而小美却疏然不知 一旦碰到那根鱼线就将触发机关 导致上面的花瓶会掉落 而此时老师正被另一名仰慕自己的女同事纠缠 在听到尖叫声之后 她立即飞奔而去 本以为会像原计划那样顺利进行 然而没想到却是这样的阴影 原来是老师设下的陷阱实在是太高了 使得小美完全无法碰到 而由于同学阿伟对小美很有好感 于是就提出要帮忙 看见小美对阿伟表示感谢的样子 这一幕也惹得老师异常嫉妒 她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男生靠近自己的意中人 然而到了第二天怪事又来了 只见小美的椅子再次被人糊满浇水 老师得知后顿时大吃一惊 因为这次作案的并不是她 此刻小美也带着哭腔向老师求助 这可把老师难住了 竟然还有人学自己的手法来欺负小美 她可必须要制止这种行为 然而不幸的是 到了中午只见小美的饭盒里又被人放满了虫子 老师再也无法忍受 于是她紧急召开班会调查 然而全班却依旧无一人愿意承认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抓住凶手 于是老师秘密地在学校各处安装了隐形监控器 就算是女厕所她都不放过 这次如果对方再敢出手欺负小美 那绝对就必死无疑 到了晚上 老师照例来到小美的家里 趁着她还在熟睡时 老师就悄无声息地从床底爬了出来 她缓缓靠近小美的床边 接着给小美换上了漂亮的白裙子 根据油画里的动作为她摆出一模一样的姿势 然后在房间的各个角落 不断收集着小美掉落的头发 随后在她的耳旁说晚安 做完这一切老师就开始在床边跪地膜拜 而小美为何会如此昏睡不醒 这一切都归功于那袋茶叶 原来老师故意往茶叶里加了大量的安眠药 然后洋装表示关心送给小美 在下课趁着所有人都不在教室时 老师又悄悄复刻了小美家的钥匙 从那以后 她每天晚上都会躲在小美的床底下 到了第二天 果不其然小美再次被恶作剧捉弄了 只见一桶水从小美头顶上泼了下来 她哆哆嗦嗦地走出洗手间 老师在得知了此事后 火急火燎就要冲出去寻找小美 而现在只需要查看提前设置好的监控 她就能查出幕后恶作剧的真凶了 正当老师得意洋洋地想要英雄救美时 不料这时被突然一把推开 可凶手到底是谁呢 原来是小美悄悄提着水桶趁没人走进了卫生间 她在心中默默念叨 紧接着她就猛地将水桶高举过头 把自己全身都打湿 等过了一会后 她在全身湿漉漉地从卫生间走出 而小美之所以要这样做 就是为了让老师误以为自己被人恶作剧 因为只有自己被欺负才能获得老师的关爱 闺蜜在把她被恶作剧的事告知老师 她则待在原地守住待徒 期待着老师挺身而出关照自己 原来在小美的心里 老师就如同一束耀眼的光芒 让她的生活重新有了希望和意义 然而不料老师正打算要安抚她时 学生会主席小丽却突然出现 这下把小美的如意算盘给打乱了 随后学生会就用小车送走了小美 紧接着就开始封锁了整个现场 他们势必要找出恶作剧的真凶 老师见状心里很是忐忑不安 很快她早前在卫生间安装的监控器就被发现了 虽然监控可以拍到嫌疑员 但同样也会把装监控的荧幕录下来 而此时的小美也是惊慌失措起来 因为一旦学生会通过监控发现是自己自导自演的 那她所做的一切就全暴露了 而学生会的人也做好了准备 他们势必要揪住偷窥女生的变态 可就在他们准备打开录像时 好在老师情急之下拉响了警报 紧接着一声尖锐的警报声响起 所有人都离开了教室 只有会长小丽留下来继续检查 而就在她打开视频的一瞬间 只见一张椅子凭空出现朝她猛然砸去 顿时血雾弥漫整个房间 在老师赶到时她自己也晚了一步 只见监控器提前就被人拿走了 只剩下奄奄一息的小丽倒在地上 到了傍晚时分 老师照例来到小美家里 她依旧被白天的事弄得心神不宁 监控器到底落在谁的手里 如果里面的录像一旦曝光 那么自己也一定会失业 那样的话就没办法守护小美了 而由于老师在慌乱中动静有些大 小美也几乎被她惊醒 老师只好强装镇定下来 随后开始用牙刷帮小美刷牙 原来老师有这种病态 她很享受用这样的方法来照料小美 但她并没有意识到 事实上小美也很喜欢这种被她呵护的感觉 原来很久以前小美就对老师产生了崇拜 因为在小美眼里 老师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的迷人 还总能把她从危险中拯救出来 给予她从未有过的关怀与爱 而在自己椅子被涂交的那一天 老师抱着她沿着走廊奔跑时 小美感觉仿佛是被老师抱在怀里一样 这也让她彻底陶醉不能自拔 而为了能再次得到老师的关爱 第二天她就开始用胶水把自己的椅子涂满 期待自己的就是大英雄现身 而且这还远远不够 小美又来到草丛里寻找虫子 然后装进自己的饭盒里 接着装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递给老师 让她以为自己被人恶作绝了 而在老师的帮助下 小美对老师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为了能更好地了解老师 她还会在放学后一路跟在老师的后面 这时当老师回到家的时候 却发现女同事正在家门口等着自己 原来女同事一直暗恋着老师 这天由于她喝醉酒失去了理智 于是就想进老师家里与她一起锻炼 但老师却不为所动 她是一个有自己原则和底线的变态 接着毫不留情地就关上了门 而发生的一切也都被藏在墙角的小美看在眼里 原来老师之所以不让女同事进入自己的房间 是因为在她的房间里到处都贴满了偷拍小美的照片 望着自己心上人的照片 老师再次恢复了变态属性 而陈列在一旁架子上的物品 也全都是她每天晚上到小美家里搜集来的东西 里面有她的毛发和指甲 甚至还有用过的卫生纸 并且连底裤都不放过 这些在被常人视为是垃圾的物品 但在老师看来那可都是宝贝啊 然而她却不知 此刻同样变态的小美也悄悄地来到了她的窗前 她很想看看心上人的生活 小美一点点地垫起脚尖望向屋内 而此刻的老师正光着身子 正在进行望我般地想象小美 然后在白纸上画出她的模样 由于情绪激动 她不慎将窗帘给踢开了 小美就这样被老师发现了 老师见状更是吓了一跳 小美此刻很是尴尬不已 向老师道了歉后就匆匆离去 老师被这一幕吓得愣住了 当她回过神时 只穿着一条裤衩就追了出去 在这种隆冬时节 两人就这样一追一逃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气氛 然而两人心中的画面却是这样的 两人都乐此不疲地沉浸在追逐之中 然而就当他们的手即将牵到一起时 不料这时巡逻的警察出现了 一把就要将老师当作变态逮捕 好在这时小美开口了 警察听完后也只好作罢 后来老师对小美解释 自己之所以要赤身地躺着 只是为了保持一种轻松的心情 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绘画 小美听完后相信了 见老师对艺术如此痴迷 也更使她对老师崇拜得五体投地 于是第二天小美放学回家时 她也开始学着老师的样子来模仿 果断把衣服和裙子全部脱掉 甚至连袜子也脱了 可她却殊不知 床下的老师正在心潮澎湃地看着这一幕 接着小美像平常那样泡了一杯助棉茶 而这时的老师也已经等不及了 她就等着小美喝完 然后自己再从床底下爬出来 和女神共度凉宵 不料就在这时 门铃忽然响了起来 当小美开门时 只见出现了一个身穿校服的黄发女孩 女孩叫小爱 作为问题少女的她 由于喜欢捉弄男老师 也是导致被学校停学了很久 直到最近才刚刚复学 小爱听说班上新来了个帅气的男老师 她也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和老师切磋下 原来小爱早就一路跟踪老师来到了楼下 却不料开门的竟是小美 虽然两个人并不是朋友 但毕竟都是来自同一个班级 互相也是都见过 此刻小爱升起了疑虑 她很好奇老师为什么会出现在小美家呢 而小美就更糊涂了 不明白小爱为什么要在半夜找自己 而此刻的老师正藏在床底下 这一幕吓得她连呼吸都不敢发出 接着小爱一律重重在房间用眼睛扫了一圈 确认完屋子里都是女性用挺后 这才确信这里就是小美家 而在消除误会后 小美也是急忙到厨房为她倒茶 不料就在这时 小爱手里的棒棒糖突然掉在了地上 她连忙俯下身子去捡 恰好看到正躲在床底的老师 差那间两人都愣住了 而当老师反应过来时 也是急忙起身就往窗外跳了出去 小美听到动静后也是连忙回到屋内 但还好小爱并没有把老师的事情告知 她谎称有老鼠搪塞过去了 紧接着小爱跟了出去 她实在没想到清纯的女同学家里 还藏着一个深藏不露的变态老师 这也顿时燃起了小爱的兴致 而此刻老师正被吊在阳台上 刚才小爱与小美之间的谈话 也被她一字不落地全听到了 虽然同在一所学校 但她却对小爱一无所知 到了第二天 老师这下更是紧张地戴着口罩来上班 生怕就被小爱看见 甚至一路演习打喷嚏 装出一副感冒的样子 她本以为自己只要隐藏得够好一切 便可安然无恙 却没想到一进教室 老师就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老师见状瞬间就被吓得目瞪口呆 若是小爱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说出去 那等待老师的将会是彻底的名声败坏 于是她闷闷不乐地去了医务室 女同事告诉她小爱是出了名的问题学生 而且特别喜欢捉弄男老师 以前班上有个男老师叫阿森 被小爱诱惑去库房玩游戏 最终设下陷阱将阿森录像上传到网上 阿森也因此被校方开除了 女同事也是劝诫老师 对于小爱这么恐怖的女生还是少接触为妙 她那甜美的外表只是一种错觉 女同事越说情绪也越激动 下一秒她就开始哭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老师也是连忙安慰 却没想到女同事直接将她推倒 紧接着就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 老师奋力反抗 然而女同事死死贴住根本不松开 老师连推开都做不到 而这个时候 路过医务室门口的小美恰好撞见这一切 小美简直晴天霹雳 她认定老师和女同事就是有一腿 而老师也急忙跑出去向小美说明情况 可谁曾想尽突然和小爱碰上 接着她领着老师来到学校的仓库 威胁老师如果不想自己把昨晚的事情说出去 就乖乖按照自己的吩咐去做 说完小爱就把皮鞋脱了下来 紧接着脱掉了棉袜 把热气腾腾的脚丫子伸到老师面前 然后让她乖乖去舔 老师见状简直愣住 要知道她可是一个有自己原则和底线的变态 怎么可能会做出这么恶心的事 而小爱则要求她做自己的奴隶 在此之前她要进行一场仪式 那就是让老师亲自跪在自己面前 用牙给自己啃去脚上的死皮 见状老师很不情愿 小爱于是开始威胁道 如果你不服从我的话 那么我就将昨晚发生的事告诉小美 这可把老师给吓坏了 无奈她不得不跪在地上 她强忍着不是缓缓凑到脚丫子旁边 同时也在心中暗暗发誓 这个仇自己迟早要抱回来 而小爱则是无比骄傲 她就是喜欢高高在上的老师像狗一样屈膝服侍自己 另一边的小美正误会老师心有所属 她难过地蹲在地上 而闺蜜小丸得知后也十分生气 表示老师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竟然喜欢上她真是瞎了眼 但小美却觉得 是小丸从未爱过任何人才会说这种话 没想到小丸竟缓缓凑到小美身前 小丸一脸严肃地表示我当然有心上人了 难道你就没有感觉得到吗 小美听完后顿时明白了小丸的话译 为了不耽误闺蜜 小美表示自己只深爱老师一个人 也正打算向她表白了 小丸听完后彻底绝望在原地 原来他们之间的友情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 但小丸依然真诚地希望小美要幸福 随后她擦掉泪水 接着要把老师带到小美面前 给他们制造一个谈话的机会 说完就急匆匆跑去寻找老师 而此刻老师正跪在小爱的身前 她只能用卑微的方式表示忠诚 而变态的小爱也乐在其中 她浑身酥软就仿佛进入了世外桃园一样 过了好一会儿 两人这才发现小丸出现在门口 老师见状连忙走过去解释 小丸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她只觉得老师实在是太恶心了 而此刻小爱见状也是赶紧替老师解释 表示自己只是脚受了伤 所以才想着让老师帮我看一眼 但这种理由小丸又怎么能信 她才不会相信这种别角的谎言 随后绝望地离开了仓库 而为了不让小美伤心 小丸也因此什么都没说 晚上小美回到家 她不由地再次抛弃老师送给自己的助棉茶 白天发生的一切让她很累 很快小美就陷入梦乡 而下一秒老师也忽然从床底下钻了出来 她激动地看着熟睡中的心上人 变态的属性也再次被激活 随后打开电脑开始浏览那些让人面红耳赤的网站 直直看到天亮 而在第二天上课时 老师又收到了小爱发来的信息 吩咐她八点钟到仓库去 老师迫于威胁也无权拒绝 没办法她也只能照办 而到了八点整 老师准时到达库房伺候女王 小爱则期待地让她动身开始 然而老师却疏然不知 狡猾的小爱早已在棚顶布下了摄像头 而角度也恰好可以拍到两人 随后老师跪在了地上 而小爱也是抬起了自己的腿 紧接着让老师帮忙脱下棉袜 然而就当她要脱下袜子时 不料小爱却不满足 还要挟老师必须用嘴巴脱 老师无奈没办法 只能乖乖听命于小爱的命令 而就在小爱要享受这份贴心服务时 不料这时有人把库房的门打开了 两人不约而同地望了过去 只见一名穿着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 小爱见状也是一脚将老师踢开 随后她冲进警察的怀抱 抽烟地表示老师是个变态 强迫自己来到库房来做一些龌龊的事情 面对如此人赃据获的场景 看来这回老师可要倒霉了 然而下一秒 老师居然发出了一阵笑声 随后她走到警察的身旁 接着警察缓缓摘下了口罩 而一边的小爱在看到警察的脸后 顿时吓得缩到了一边 原来面前的警察正是之前被她玩弄过的前任老师阿森 如今她还想用同样的套路对付老师 设下的局 其实阿森并不是警察而是一个冒牌货 从她被学校开除之后 她无所事事于是就开始打扮成警察 每天夜间外出巡逻 而上次在街上抓到老师裸奔的也正是阿森 而那晚老师无意在网站上浏览到阿森被小爱捉弄的视频 于是她便找到了阿森 打算一起合伙给小爱一点教训 在解决完小爱这个麻烦后 老师也终于能够彻底放下心来 这晚她照常来到小美的家中 按照往常一样从床底缓缓爬出 趁着小美熟睡的功夫 随后就在身后一把抱住了她 然而令老师想不到的是 这晚的小美其实并没有睡着 而通过声音她就果断辨别出了自己身后的男人 正是自己仰慕的男神老师 但她并没有反抗也没有声张 在吃惊中默默享受着老师的爱抚 原来今天晚上她并没有喝下助眠茶 小美此刻惊讶的目瞪口呆 她无法想象平日里温和可亲的老师 竟然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直到现在她才明白 为什么自己每天醒来的时候都感觉到了极度的疲惫 到了第二天早上 老师开始起床换好衣服 临走时不忘跟正在熟睡的小美说去学校见 然而她却疏然不知 小美这一晚上都没有睡 她本以为老师会对自己做些不好的事情 然而整整一夜过去 老师竟什么也没干 小美也是敬佩老师的人品 然而实际她的内心却还是有些失落 难道自己是没有吸引力吗 所以老师才会这样如此把持矜持 同时她也十分好奇 老师究竟对自己是一种出于什么样的感情 她不知往后应该怎样面对老师 而老师的心情跟小美也是相同的 她对小美情有独钟 自己对小美这种爱的守护也是一般人很难理解的 而平时无人知晓老师胸前挂着的钢笔 实际上却是一台隐形摄像机 只要小美一入校门 她就会扣动开关 无论是小美在值日还是吃午饭 即使是在睡梦中 老师都会不停地给她拍照 当这些照片被印刷后 也是被她贴满了自己的整个卧室 而如此反常的举动 却在老师的眼里将其视为神圣 就在小美对老师感到不知所措时 她本想着找自己的闺蜜小丸倾诉 不料小丸今天却并没来上学 原来小丸坚定地认为老师会伤害小美 于是她悄悄和其他同学开始暗中调查老师 听说小爱好久不来学校了 这也让小丸起了疑心 随后两个人去了小爱的家里 而小爱面对两人的质问 她也是果断地说出了所有的一切 就这样把老师藏在床底的是公之于众 紧接着她猛地一拉手中的锁链 随后一个被拴着的人从衣柜里钻了出来 开始跪在地上吃着盘子里的食物 而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阿森 原来在那天晚上只剩阿森和小爱留在了仓库 老师独自一个人离开了 他想交给阿森去处理小爱 在听到小爱的尖叫声后 老师原本以为自己的计划成功了 却不曾想到 从那一天起 阿森就彻底变成了一个可以任由小爱打骂的奴仆 此刻在课堂上 老师也终于察觉到了小美最近状态有点不对劲 她觉得一定是自己和女同事的事让她感到误会了 于是便在放学后找到小美解释 老师表示这一切都是误会 自己都是被强迫的 然而不料小美却突然打断她 而小美也正是暗示希望老师跟自己表白 她希望老师能给自己一个态度 正当小美以为老师会坦白一切时 老师却紧张地转身深吸了一口气 在一番思想斗争后 最后老师终于鼓足了勇气 然而她吞吞吐吐半天却只说了句只是很关心你 小美彻底明白老师就是个怂抱 有胆量闯入自己家里却没有胆量表白说出口 小美茫然地站着不知所措时 老师这时却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助眠茶送给她 这让小美很是失落 她一直都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而在回家的途中 小美魂不守舍地想给小婉打电话倾诉 然而却始终无人接听 而这时的小婉出现在了老师的家门口 为了让小美免受伤害 她决心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恰巧这时候老师不在家 因为此刻她正躲在小美的床底下 而老师却殊不知 她的这一行为早就被小美得知了 而当小美准备入眠时 此刻她也并未注意到床底下的老师 随后小美一如以往放下书包脱去外套 而老师则是静静在床下欣赏着 按照她平常观察小美的行为 接着小美就会脱掉裙子和袜子开始睡觉 可这次她却没想到 小美慢慢地弯下腰来 将视角直接集中在自己身上 而就在另一边 小婉也成功地潜入了老师的家中 她发现小美被偷拍的照片贴满了整个墙壁 而同学也在工具箱中 找到了老师曾作案的胶水 甚至还发现了她在图书馆设计好的陷阱图 两人顿时恍然大悟 小美以前被捉弄的是 这背后的真凶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老师 这种病态的行为令两人毛骨悚然 他们气呼呼地打算离开 不料恰好和刚回家的老师不期而遇 而看到两人出现在门口 老师顿时明白自己的秘密已经被暴露 她不动声色地往后退去 接着便羞涩地开始逃跑 可没过多久 她就被其他的几名同学给追上了 就这样她被一拳击倒 如今老师身陷重围 表示我是你们的老师 是你们的长辈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更不能使用暴力 你们这样做就将会被学校开除 可任由老师怎样打滚胡闹 仍然无法躲开学生们的一阵逼问 眼看证据确凿 老师无奈只好毫无保留地交代了一切 表示这三个月来自己一直躲在小美的床底下 看着小丸愤怒的表情 老师却是越说越兴奋 更是表示自己已经跟小美坦白了一切 没想到第二天 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地来到学校 接着她召开了班会 开始宣布自己将会辞去老师的这份工作 原来就在昨天 小美发现老师藏在床底下后 老师就跟小美坦白了她最近几个月所做的事 而小美在得知真相后 她也是不由得全身气地发动 她无法相信自己一直很崇拜的老师 竟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变态 这也是让她恶心地想要呕吐 看到老师还在往前凑 小美开始愤怒地大叫 而在老师走后 小美独自一人坐在卫生间 此刻她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她不知往后的生活要去怎样面对老师 直到第二天她都没有脸再来学校了 而此刻老师也在教室里 将所有的事情的经过都一五一十地阐述了一遍 老师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表示 我对小美所做的一切都是出自那份神圣爱的守护 你们这群坐在这里的普通人 也根本无法体会这种感受 而老师的这一行为 也是令在场的学生都觉得恶心 他们将手中的东西朝着老师砸去 可直到自己被全班人唾弃 老师也并不觉得自己哪里有错 所有人都受不了了 接着大家蜂拥而上 把老师摁倒在地狠狠地揍了她一顿 就在这时小美走了进来 她让所有人都停下来 接着老师奋力地来到小美的身旁 最终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爱 而此刻小美也跪下了 她对老师及全班学生表示歉意 然后小美也坦白了一切 粘在椅子上的胶水和卫生间里的恶作剧 这一切也都是我一首导演的 而为了不让证据公之于众 我还不惜用椅子砸伤了学生会主席 而我之所以做这些 都是为了想得到老师的关爱 可就算我在喜欢老师 也不能接受她对自己所做的那些不正常的事 在道别之后 小美扭头独自一人就走出了教室 最终只留下老师一人悲伤地 留在原地久久痛苦回味 从那以后小美就退学了 尽管如此 她的脑海里也经常会盘旋起 曾经和老师在一起的美好记忆 五年的时间一晃而过 最终小美大学毕业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 而凭借自己平易近人的形象 也是不由得在男学生中很受欢迎 有些男生还会做出小美当年自导的手段 为此来博得她的关爱 而小美的日常生活也非常简单 工作之余她不参与任何社交活动 按时地回到家中 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 而老师当年在从学校辞职后 最终成为了一名工地打工人 曾经房间里的照片 也被她用各种花卉的图案带挺 但即使是这样 她也从未将小美从心里忘记过 曾经的伤痛让她日日昏沉 她每晚都会喝掉 加了安眠药的助棉茶才能入睡 因为只有这样 自己才能在梦境中见到朝思暮想的小美 然而令她想不到的是 小美现在正躺在她的床底下 而且这种生活已经持续了五年之久 剧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